字幕提供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QQ 又來到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我們今天要講的兩個文法 都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看看要說什麼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mono 或mong 前面是跟動詞的普通形 e的形詞 na的形詞 要加這個答 或者加這個nanda 名詞也是跟這個da 或者是nanda 或者各類詞的ta 也可以的 然後後面你看到 括著加這個nanda 那你可加可不加的 然後再接觸這個mono 或者是mon 它的意思是因為什麼 用於說明理由 陳述自己的觀點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doste tabbenai no? datte kenai nandamon 他就問你為什麼不吃啊 因為人家不喜歡吃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比較 煞嬌的語氣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文法 是口語的表達形式 多數是小孩子用的 也有類性使用 比較有煞嬌 辯解的語氣 mono 比mono更加口語化 這個文型是會用起句末的 嗯 然後下一個要說的就是monoda 前面是動詞的普通形 e的形容詞 na的形容詞加na 再加這個monoda 它的意思是理應什麼什麼 或者是本來就是什麼什麼 表示一般的常識是這樣的 比如看這裡的例子 人間是年齡時 記憶力就會衰退 人一上了年紀 記憶力就會衰退 這個是常識來的 大家都知道 老了就會記憶力衰退 身體也會衰退 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monoda 另外接觸義的話 有同時的塔形 接這個monoda 是有表示感嘆的 這樣回憶過去的意思 比如這裡的例子 子侯の頃はよくこの川で遊んだものだ 小時候經常在這條河邊玩 就表示可能你現在已經是成人 就很感慨 以前我經常在這條河裡玩的 老人家 好像我這些都會回憶一下過去的 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 達monoda的文型 它還有兩個意思 我們首先看接觸三 前面是跟動詞普通形 い的用詞 な的用詞加な 後面加monoda 表示強烈的感情 比如想感嘆時間過得很快 就可以用 時間過得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一句例子 然後接觸四 動詞的ます 形容不是 就跟這個たい 加monoda 或者是名詞加加 動詞的てん 加ほし 表示強烈的願望 即是想摩摩摩 這個意思 例如第一句例子 じゃいはわいえのこにいきたいものだ 即是想去夏威夷旅行 就表示說話的人 很強烈的 好想好想好想去夏威夷旅行 那今天的文型先 我們明天再找其他不同的文法 那我們一起加油 在這個7月1日的JLPT 校試 如果你想找生字卡 記得去我的IG 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文法篇我會繼續上傳在YOUTUBE 所以你不想錯過我的話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幫我按LIKE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明天再見 またね Bye Bye